放下器材束缚回归摄影的乐趣 大家好我是七叔 一个喜欢折腾器材的商业摄影师 今天介绍的就是我觉得2084里面 最小且最精致的17mmF1.8 首先就是这个镜头的画质表现 之前坊间盛传这个镜头的画质比较偏软 可能是因为较小的体积和较高的价格 让很多人对它产生了质疑和怀疑 到手之后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小巧 搭配EM5甚至可以放进口袋里 F1.8全开光圈下有不错的画质表现 2084防抖的加持 很多时候可以在夜晚进行ISO200的手持拍摄 镜射时有非常好看的胶外氛围 光板里还带着淡淡的光韵和纹理 因为有一地镜片的加持 逆光时色彩表现更佳 同时MSC对照系统为镜头带来了 静密和迅速的对焦 推拉式的对焦环和全金属的机身 为镜头带来了更好的手感 并且在拍摄的过程中 几乎看不到暗角和积变 等下34mm的焦段 除了可以拍摄人文题材 在不太狭展的室内也有比较自主的表现 相对于24mm焦段 透视的控制也更加容易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用这个镜头拍摄的照片 换镜射的焦段 非常小小的底绩 二手价格在1300元左右 是我非常推荐入门2084的小伙伴 选择的一颗镜头 如果说你能玩透这个镜头 你的摄影技术一定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我是能拍会说的气书记得点赞 关注哟